当无油烟料理一伤30秒肉碎的时候 会碰上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既然肉碎已经get ready 那就来准备一些适合做无油烟料理的蔬菜 像茄子 冬菇 鸡蛋 这些是适合进蒸笼的 用蛋壳来做两杯 一粒鸡蛋 三杯鸡蛋壳水 记住这个蒸鸡蛋的方法哦 之后加点盐 盖保鲜膜 和其他食材一起上锅蒸 这些食材水滚起后用大火蒸8分钟即可 之后老板娘家的新品 卤肉碎 也放进锅里一起蒸 这个蒸一分钟就好 而西兰花和羊角豆就适合用来烫水 水里面记得要加点油和盐 因为这样既可以保留住蔬菜的绿色 吃起来又会带点微微的咸味 就十分钟 所有的蔬菜准备就绪 看 这样的鸡蛋蒸出来漂亮吧 好像茄子真的也不错 这个30秒的肉碎包是带油脂的 所以它可以完美的和各种蒸菜和水煮菜做结合 这个卤肉碎是不辣的 味道是咸中带一点点味甜 我家的小朋友就很喜欢 如果喜欢吃辣的朋友 可以直接再剪一条小辣椒进去 另外这个卤肉碎配白粥也是很合适的 有时间的话可以再炒一个咸菜谱 再配上卤肉碎口感就会更好